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因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被誉为天然基因库、生命家园和名山山系的绿色明珠 正是这里丰富多样的珍惜野生动物以及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 吸引了企业中国项目自然影像团队来此进行野外拍摄 远前这位正在拍照的就是美国野生动物摄影师杰德 他不仅拍摄技术精湛而且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热爱中国大自然的他来中国已有19个年头了 青川唐家河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天然的生态环境更是深深的吸引了他 我是美国来自转眼摄影师 来这里的目标就是因为我跟这几个同事们 开始做一个项目关于中国的大自然 这个项目叫个企业中国 那我们这个项目的目标还是把所有中国最好看 最有意思的动物还有地点都要把它拍下来拍一些最好的质量最高的照片 然后做一个宣传关于这个中国的大自然 你看我刚才说的时候你也可以听见我的后面叫了一个宏福经济 我们在一个一个挺完美的一个环境的地点现在这个唐家河 所以我这么说我很高兴的有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为了做一个我自己感觉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 为了帮助而且为了全权这个中国的大自然 据了解 齐野中国是中外摄影师共同合作的一个项目 主要通过摄影师们独特的视角拍摄各类野生动物 旨在用镜头向视人乃是全世界展示中国丰富独特的野生动物和秀美风景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该项目拍摄的第二站 除了众人皆知的大熊猫 他们还在这里拍摄到了水塔 猕猴 灵牛 红富锦基 以及各种水下珍稀野生动物 目前在唐家河的拍摄工作开展十分顺利 当提及对唐家河的印象 该项目的国外负责人斯塔凡 威斯特兰德赞叹不已 就是非常sty�悲 带州的大熊猫 我们下令人是很严重的 枪所以说这些地�闭 在市场中国的这样子 对에도ي宥感 我愛你